来关心桃园捷运工程造成了瓦斯外泄现场一度警戒 在今天上午工人在桃园巴德的介受路施工 却不小心刮破了瓦斯管线 造成了大量瓦斯露出 还喷成了一道白烟 担心事发地点人来人往造成危险 紧销货报后立刻封闭道路 还洒水降低瓦斯浓度 而瓦斯公司派员抢修后已经化解危机 白色气体从地底喷出持续向外狂泄 高度甚至超过一旁水雾的喷射范围 现场弥漫浓浓瓦斯味 让消防队员实在很紧张 不断洒水稀释瓦斯浓度 因为看看后方不仅是交通要道 上方还有国道二号 要是出了差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下人员到现场时发现路旁有瓦斯泄漏 我们立即布水线进行水雾防护 并请求下溪远景及捷运施工人员 进行道路上下封闭 捷运工人也来帮忙 原来追根究底是捷运工程出状况 15号上午桃园捷运的工人施工时 不慎挖破瓦斯管线 导致瓦斯瞬间外泄 就怕威胁用路人安全 紧销家里戒备外 瓦斯公司也赶赴现场检修 抢修一小时后中午12点 瓦斯终于停止外泄 索性棉酿成人员受伤 只是看看周围车流 照车绵延好几公里 排到看不见镜头 因为意外民众只能改道 造成附近大塞车 衍生民怨相关单位 也少不了 检讨就责 进一轮向台湾报导